能活到八十岁的老人 基本在六十岁的时候 就已经不做这些事情了 自从退休后 刘阿姨发现自己的生活 总是缺少乐趣 甚至开始怀念 原来忙忙碌碌的日子 每天买菜做饭 做家务 看电视 感觉整个人都孤独了 下午他会坐去公园锻炼 看看其他人下棋 跳舞 不过很少会参与进去 一天 隔壁的邻居来串门 看见他愁眉苦脸的 便告诉他 没事儿就出去旅旅游 跳跳舞 自己老带着不社交多没意思 不过 刘阿姨却表示 自己不喜欢跳舞 旅游那些 邻居又劝道 那就找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干呀 人呀 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 想健康长寿的话 在这个年纪 可不能整天 做着愁眉苦脸的经过邻居的一番劝解 刘阿姨也想通了 决定自己以后也要给自己找点事而干 一 人人都可以活到一百岁 六十岁后别再做这三件事 著名健康教育专家 北京安珍医院教授洪昭光介绍 按照生物学原理来说 人的寿命周期是生长周期的五到七倍 而生长周期一般是二十到二十五岁 这样算下来正常人最短的寿命是一百岁 也就是说按正常生物规律来算 人人都可以活到一百岁 老人想要健康长寿 建议六十岁后要避免下面这几件事 一 避免暴饮暴食 俗话说病从口入 为了身体健康 建议饮食要均衡合理 不要吃得过饱 尽量多吃含梅生素 膳食纤维等的食物 少吃高油高脂肪的食物 以增强肌体免疫力 二 避免经常生气 上了年纪的老人要避免经常生气 尽量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以便预防心理疾病 更好地保证身心健康 三 避免久坐不动 很多老年人觉得上了年纪要少运动 以免发生意外 但其实上了年纪的人也要适当运动 以促进新陈代谢 减少多种疾病风险 二 六十岁后有着三个特点的人 或最有希望长命百岁 由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研究人员 发表在老年科学上的一项研究 通过对4.4万名中老年受试者进行血液指标测试 并进行了35年的追踪随访 结果发现能活到百岁以上的老人 他们六十岁时会有三个特点 1.60岁后铁核总胆固醇水平偏高 研究人员发现铁核总胆固醇水平偏高的人 能活到100岁的几率更大 2.60岁后鸡肝水平及血糖水平较低 研究中发现很多百岁老人早期的鸡肝水平 血糖水平都较低 3.60岁后尿酸水平较低 研究人员指出 尿酸水平低的人长寿几率要比尿酸水平高的人高出两倍 3.想健康长寿六个严寿习惯早知道早受益 长命百岁是很多人的愿望 如果是健康长寿活到百岁 那无疑也是子女的福气 想要健康长寿就要养成这几个严寿习惯 1.少熬夜 尽量保证睡眠充足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志刚介绍 经常熬夜会加速身体器官的老化 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影响记忆能力和认知能力等 尽量要保证睡眠充足 2.适当疏解压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祝卓红提醒 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可能会引发消化道疾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等 身体还可能会出现层叠炎症反应 因此要适当疏解压力 3.尽量少喝酒 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男性研究会增加61种疾病的发生风险 其中不乏一些癌症最安全的研究量是零 因此为了身体健康 尽量要做到不喝酒或少喝酒 4.积极参与社交 经常不社交不利于心理健康 建议多参与社交 5.心态要好 发表在衰老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 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中会加速衰老 因此要拥有良好的心态 6.控制好体重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主任屈身介绍 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 很容易被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盯上 因此要控制好体重 北京安珍医院教授洪昭光总结的五句长寿顺口溜 分享给大家 60岁以前没有病 80岁以前不衰老 轻轻松松活到100岁 快快乐乐一辈子 自己少受罪 儿女少受累 节省医药费 造福全社会 不用去排队 和乐而不为 长寿是很多人的追求目标 想要健康长寿 建议要记住上述几个严寿习惯 并坚持做到 上了年纪的人想要长寿 要记住避免久坐不动 不要经常生气 还要避免暴饮暴食 人过60岁以后 有四种事情闭口不言 晚年生活一定会幸福 无论城乡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到60岁已经劳碌奔波了一辈子 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应该到休养生息的时候了 老古话说墙头跑马 好景不长 用通俗的话说 人的生命周期已经快到原点了 剩下的岁月并不太多 活过一天就少一天 退休以后的人 都是60岁朝上的老人了 除了一些特殊的老人以外 有家有室 有儿有女的老人 为了自己退休后 晚年生活过得幸福一些 必须要学会在四个方面闭嘴 人到60岁了 家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成家立业了 买了房子 娶了媳妇 生了孩子 他们自己也做了父母 多数人都与家里的老人分开来过 农村老人更是特殊 子女都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老人则偏居农村独立生活 有些人家是孩子过孩子的小日子 老人仍在农村老家土里刨石养活自己 这些老人 无论是与子女生活在一起 还是分开来生活 想自己正处于江河日下的时候 生活自理能力逐渐减退 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的时候 都想子女们经常来照应一下 就必须学会闭嘴 子女们都长大了 无论是成家立业与否 他们都与自己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存在有代沟 他们的生活理念 生活方式 子女的教育等方面 与老人是完全不相同的 因此 千万不要要求子女们 顺着自己的意愿去经营家庭 只能遵循他们的意愿 少管子女的事情 自己管好自己 这样一来 与子女们的关系就会融洽和谐起来 他们才有照顾自己的意愿 所以 不干涉子女的生活等等一切 学会闭嘴 家庭就会和睦 自己的老年生活就会幸福起来 这一点 老人们千万要记住 无论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 在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大事情的时候 离不开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的帮助 因此 必须要与他们处理好关系 每一个家庭都存在一些棘手的家务事情 除了在经济和劳动上帮助以外 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 千万别插嘴出什么馊主意 否则就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关系 因此 人老了根本没有能力替亲戚朋友们操纳分心 况且他们都有自己的主见 都有自己的主张 为了处理好关系 千万不要去过问他们家庭的事情 老了的时候 有些事情用得着他们的帮助的 所以 老人在这个方面要学会闭嘴 人过六十岁 老夫妻都健在的 彼此之间都是最为亲近的人 在思想感情上 在日常生活上 在失去自理能力的时候 都需要彼此之间相互支持 相互照顾 人老了最烦的是听人家的唠叨 人家的闲言碎语 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都不喜欢听对方的唠叨 为了处理好与老伴的关系 千万别唠叨 学会闭嘴 对双方都有好处 老两口子 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养老生活 才过得顺心和开心 晚年才幸福快乐 家里的孙子辈 是他们的父母的腥头肉 手中宝 容不得他们自己以外的人 来干涉和干扰 他们都有自己计划和安排 在孙子辈的教育上 是他们父母的敏感问题 爷爷奶奶无论给出的教育 是好是歹 子女们都是不认可的 这个时候 人老了要学会闭嘴 即使是一句极其有意义的话 一旦子女不认可 都是废话 都是干涉子女的内政 他们都有反感 因此 这些事情 人老了不如不说 保持好家庭良好的关系 对自己的养老生活 是非常有好处的 是什么好处的 是什么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